山城博智 今年71岁 是土生土长的冲绳人 30多年来 他轻力反对驻日美军基地扩张 呼吁日本社会关注冲绳问题 根据日美达成的协议 普天坚基地将牵制边野谷一带 此事一直遭到冲绳民众强烈反对 2015年 冲绳县政府叫停边野谷基地建设 日本政府为此跟冲绳县打官司多年 去年12月 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冲绳县败诉 日本政府随机于1月10号重启施工 这些坡基地固定是我们的坡基地建设 所以这是工具的地方 正在平坡的地方是滑走路 那些坡基地的坡基地建设 山城博之认为 日本政府之所以致冲绳民众的反对意愿于不顾 执意推行新基地建设 是因为服从日美同盟的需要 他表示冲绳民众会坚持到底 反对美军基地的建设 成年来的建设 成年来月的建设 全部建设 北海道大陆 建设 所以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